历史上的奈古王朝 他的开国皇帝石敬堂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号大汉奸 此人究竟有多无耻 对自己的老婆使用美男计 自己给自己戴绿帽子 石敬堂还是后堂节度史时 皇帝就将公主嫁给石敬堂 后堂皇帝离从科及位以后 位为为国长公主的妻子 开始监视石敬堂 自己的老婆每天监视自己 想必谁都受不住 于是石敬堂就给想了一个办法 使用美男计 他私下在全国各处找寻 无恙俊俏的男子给自己的老婆 结果最后真找到一位青年 圣死攀安 然后藏于自己的府上 故意制造出不认识的假象 让这个青年使出浑身解数 去诱惑长公主 长公主在石敬堂在家时 虽对那个青年牺牲喜欢 但也不敢非分之想 毕竟青年类俊俏的脸蛋 没有几个人能把持住 石敬堂看出之后 立刻找机会溜出 给长公主和青年单独在家的机会 果不其然 长公主最终还是沦陷了 石敬堂比谁都开心 因为自己的计策成功了 当石敬堂回到家时 又暗地里嘱咐下人 给长公主的食物里 放上身体燥热的药物 然后让俊俏的男子 也服用上阳神的药物